老公每天不知道怎么晚上睡觉,喉咙一直干,干得硬邦邦的,不知道要怎么干。 我告诉你,你老公要是还吃活的东西,像他到了一定的年纪,这个喉咙就会长东西。 很简单,他到现在还吃活的,你救都救不了他的。 他自然也吃活了,因为他也练经,但是前一段时间都有练小黄子。 后来就让他不练小黄子,都是功课照样上。 啊,就是说他不知道喉咙晚上睡觉,都是一直... 我告诉你,我告诉你,他凡是到了这个年纪了,业障爆发了,他就生涯症了,就这么简单。 我可以告诉你,一般咽喉这个地方,如果很难过的话,不是好地方。 这个地方很容易生产东西的,听不懂啊? 听懂,听懂,啊,他们的,叫他练小黄子。 叫他不要吃活的啦。 活的,他,我跟你讲,他没吃的,都是我煮给他,我一家人,他吃,他们两个,我儿子跟他处于食物吃素,我是吃上素的。 你为什么老煮给他啦? 蛤? 你为什么老煮给他啦?你很好意思讲啊。 我煮饭的啦,我退休在家里煮饭给他们吃的。 你是,你是害他啦? 他生癌症了,你就,你就开心了是吧? 我没开心。 好了,那你为什么还煮给他吃啦? 没有煮活的,我从来没煮活的。 就死的都少煮。 好,好。 好,好。